聚餐就口角 是誰跟誰口角 就兩個啊 就是一個白骨 一個黑骨 警方進到包廂 現場一片混亂 兩名身穿黑色上映的男子 你一眼我抑鬱急著解釋 原來是包廂內 發生口角衝突 其中兩名男子 又動手被分開問話 突然崩起來 兩個口角就這樣 吵架 唱歌歡句卻活氣很大 四個好友 二十號晚間 相約新北市板橋 這間前櫃聚會 邊唱邊聊公事 其中一名四十六歲的 陽性男子 聊得正其境 還沒談完公事 蔡信的友人 卻說要先回家休息 讓他覺得很不給面子 從口角糾紛 變成肢體衝突 KTV包廂裡 晚間友人打架 到底有多少人 武器以及傷勢 都不清楚 就怕衝突越演越烈 警方出動八名 快打正力 KTV互報有人打架 警方不敢大意 出動快打 兩名員警 先騎著機車到場 進去裡面了解情況 沒多久兩輛警車 也來到了門口 大批警力支援 就是因為在包廂內 又不清楚人數的情況下 警方為了快速掌握現場 才會派出八名警力 另外刑務中心互報 有人鬥毆群聚等字眼 也會架派人力 把危險降到最低 TVBS新聞 吳居賢何關於王湘新北 採訪報導